大家好,欢迎收看挑战大作战第三集 今天,我约了Alex 来这边玩,我们来挑战 用羽毛球打进西瓜里面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看过李宗伟做过这样的举动 用羽毛球打进西瓜里面 你确定我们要挑战吗? 人家是李宗伟耶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为什么李宗伟可以打进西瓜里面,我们不可以叻 对吗? 我们要以李宗伟为榜样 李宗伟可以打进西瓜里面 我们要向他学习 我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的话 一定也能打进西瓜里面 好机智啊 对不对? 我上一次打羽毛球的时间 五年前吧 五年前打羽毛球 死了,我找到一个很烂的队友 什么叫很烂的队友 没关系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李宗伟可以打进西瓜里面 我们应该也可以 OK,我们今天就来挑战 做羽毛球 麦 杀球 杀几西瓜里面 看我们也不会挑战成功 挑战不成功 还是要 稍规矩 要惩罚 可以惩罚 今天的惩罚比较特别 也很够力 请惩罚就是要用菊花叉 装作小便的样子 我在渡边 拿着菊花叉 倒去那个树下 我们等一下就做这个惩罚 很刺激啊 今天的挑战 OK,我们就来 开始 接下来我就要打 用这个羽毛球去打穿这个西瓜 刚刚Yuji跟我讲 一个人有三次机会 可以打这个西瓜 但是我一吃就够了 看清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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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,刚才Aless挑战失败 3G的M不准 真的是5G没有打过这么久的 现在就来我来挑战 我相信我可以像李宗美一样 3G的M不准 一旦一旦哭不击我 不击破坏 走 玩一包 玩一屁都没有 我跟你讲今天是李中伟 今天我们的挑战 就要结束了 我们两个都不像李中伟 这样还打一球 所以我们挑战都失败了 李中伟还是李中伟 李中伟还是李中伟 下次出一点容易一点的挑战好不好 你这个根本是 人才能做到的 你要我们这种普通人 OK 不过要紧 我们两个都挑战失败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石头剪刀布 输的就受惩罚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Yes啦 我终于没有惩罚了 今天那个最够力的惩罚是MS 我先进入惩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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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5 3 6 by bwd6